究竟是什么档次 才能在墓里放价值七千万的黄金和三千万现金 外加武量劳斯莱斯 这就是轰动中外的海浑猴墓 你能想象到江西南昌海浑猴流鹤墓有多奢侈吗 墓中仅出土的黄金就有三百三十斤 比之前所有汉墓出土的黄金总和还要多 就算不考虑文物价值也值七千万 还有十多吨重的五珠钱就能堆成两米高的前扇 大约是两百多万枚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只是展出的一小部分 而你知道这十多吨五珠钱是什么概念吗 考古领队用四个字来形容所发现的五珠钱 那就是堆积如山 最先是在刘鹤木的回廊内发现的 当时五珠钱是成坡形堆积 最高的地方是有两米多高比一般人的身高还要高 真的是超级多超级奢侈 为什么说超级奢侈呢 根据历史学家的换算 这十多吨的五珠钱在西汉时期 可以购买八百吨的大米 两千四百吨的小米或者一百斤的黄金 如果不考虑他的文物价值呢 换算成今天的人民币也值三千万 前方车库里还陪葬了五辆真车二十匹货马 排面不输现在的劳斯莱斯 墓主人就是汉武帝的孙子刘鹤 这孙子在十九岁时突然继承了叔叔汉昭帝的皇位 可他连龙椅都没坐热就开始下口 仅在为二十七天就干了一千多件坏事 最终被全城霍光罢免贬为庶民软禁了十年 直到他变成了大家眼中的二傻子后 才放心的封他为海昏侯 刘鹤33岁去世海昏国被出国 而他的家人成了平民 平民是不能享有贵族财富的 所以刘鹤这一生当王当侯当皇帝的所有财富 都被埋进了墓中 人死了钱也没花掉真是可惜啊 虽然刘鹤是个废帝 但也是相当的富裕 所以我看来人生的滑贼 就算了一切 但是这就是 来人生的滑贼